今天是8月16号 A股已经收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情况 A股整体走出了一个震荡的行情 今天产生量只有5912亿 相比起昨天说了4个亿 A股有1670个票属于上涨的 有3530个票是下跌的 涨停的票43个下跌停的票11个 这个旁边看起来是比较差的 为什么在昨天欧美股市全线大涨的情况下 A股今天表现那么的不给力 原因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这种环境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参与 接下来会怎么走 如果再跌的话 我们能不能去抄底来 今天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银行板块又出现了上涨 涨幅不是很大 只涨了一个点 但是宇宙行工商银行创历史新高 晋商银行创历史新高 中国银行创历史新高 唯一还差一点的就是农业银行 但是农业银行也逼近了历史新高 我们的四大行都在涨涨涨 那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当下的盘面做一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评论去一波8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有你的点赞加关注 说真的在这种行情下看起来是不温不火 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度非常的大 为什么说难度非常的大呢 大家应该知道在昨天晚上欧洲股市上涨 在美股尤其是科技股大涨的情况下 爱股今天感觉开盘就不错 但是我在上午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 当时表现比较好的是什么 是科技类 科技类表现很强 那权中的出现一个冲高 那冲高后就掉了就跳了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A股市场 想要靠自身的力量上涨是很难的 要说A股上涨 无疑是国家队互助的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队最行而买的是什么 户升300的一天 你会发现今天上午他出现一栋 下午这里又出现两波一栋 如果你仔细看他的走势 刚好跟我们的分市图 是属于相叠加的 所以从某些意义上来说 A股能够稳住这种正大的行情 不跌的行情 国家队护盘是占了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动作的 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国家队 他并没有大量的出手 相比起昨天今天国家队 只能说我只能说一般 可能他的出手的次数是很少的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国家队 就很明显的在拉伸 但今天这个分市图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感觉就是什么 有一点点什么想打瞌睡的状态 那在这种话题下 我们的市场想要起来是真的是难于上千天 那为什么在全球股税出现上涨 大涨前后下 A股中 A股还是涨不起来 其实原因很多 但是主要原因大家心里都清楚 资金在流出 股东在套现 是不是 所以这个问题没解决 我觉得A股想要涨起来是非常之难的 但是随着 调整的位置是比较充分的 位置是比较低的 抽点反弹 随时都有可能展开 那就是移出激发 所以我们在抽筒上面 大家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了 就是盘中急拉了冲高了这种情况了 就不要轻易的去顶了 不要轻易的去追了 可以考虑高位减超低位在接回 为什么这么讲 大家看这里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大翻一秒 这个位置 是属于放量了 好 那这里连续的出现震荡缩量 那你还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说过吗 缩量震荡我们该怎么办 缩量震荡我们就可以潜伏 急拉中长阳我们就可以减仓 你看这节奏这个策略对不对 如果你按这个节奏去 按这个策略去 能不能获利 能不能获利 还是有的吧 所以朋友们记住这细节 那今天收了一个实质新 一个实质新的话怎么理解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反弹 它并没有结束 今天的权重方向 除了银行在户数之外 其他的表现都不是太好 那你想是吧 证券板块 证券板块出来跳水了 那我觉得证券板块的跳水 它就是一个回撤的走势 那么这里回撤了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更好的上涨 是为了更好的拉伸 所以我觉得这个证券板块 后期是存在比较大的机会的 那今天之所以证券板块这么弱 原因是什么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昨天高层发了一个消息 对吧 全链条追溯实施欺诈发行的这一条产业链 也就是说是吧 要严格的查处欺诈发行 不管是上市公司 还是中间机构都要严格查处 所以对证券板块来说 这是一个利空 今天迎来了调整 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整并不可怕 这个调整 其实并不是问题 回踩后仍然是机会 那你看今天的一个北九 房地产 这些超跌的 这些群众方向表现都不是太好 所以北九板块 它也是走出了一个压爬的动作 但是我刚刚也讲过 北九板块这个位置压爬 你怕个啥 你答应个啥 没必有纠结 对不对 它调整后随着中秋的临近 随着这个什么 随着这个低位的一个效果凸现 抽天反弹是随时都有可能展开的 好 那包括房地产也是属于一个压盘的节奏 房地产今天也跌了 那我觉得这个下跌也是为了什么 也是为了这个反弹 大家看 你在这个位置 你只要不追高 你怕个啥 你当一个啥 对不对 后面冲起来拉起来 我们就可以逢高解藏 逢高出去了 朋友们记住我说细节 今天的A股走成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是权重的不给力 尤其是正确的不给力 给它拖了一个后腿 完全靠银行在撑住 以后 其他的一些方向表现也不佳 所导致 还有就是问题 仍然是很什么很突出的 好 那我们回到市场 今天盘面板块上面 某个人讲了 有一个方向很给力很强势 那么这个就是银行 那为什么今天银行会那么给力 你比如说今天银行板块整体涨幅是一个点 其实它涨幅不是很大 还记得吧 前两天我讲了银行的时候 当时有人跟我说他在这个60天均价线 这个位置抄理了银行 然后在前几天出去下均的时候 他跟我说套住了 银行板块他套住了三个点 那问我怎么办 要不要割掉 还记得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我说60均价线是属于强支撑位 而且银行的话 它还是属于一个强支周期 所以这里的回踩 那同样的后面会有机会 给你拉高 给你高位减操 对不对 那你想想这个节奏这个策略不就错了吗 所以他 拉起来了给你高位跑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银行板块很特别 什么叫特别的 表现比较好的是大银行 小银行表现比较差 我刚才讲了工商银行 今天是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这个号称宇宙行现在两万多亿的市值 那为什么他会创造 这个历史新高 包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也是跟随创的历史新高 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里我觉得是下面几个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是需要做的 首先第一个 大家去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这些银行 第一个是奔了什么去了高股息 什么意思就是这些银行 他每年分息 分红大概有几个点 所以这几个点的话几乎都是稳的 相比起现阶段 这个是属于那种非常安全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去买入这些银行股 至少比从银行 这个利息高 对不对 你像从银行的话 利息是都已经在两个点以下了 那么这些银行的分红 达到了两个点以上 甚至有些的不止 达到三个点和三个多点 对不对 所以买他一个是中了高股息 市当行的话这种所思都跟他有关 另外一个就是 国家队的买入国家队的护盘 为什么说国家队的护盘 大家记得吧 在去年我就跟大家说过 去年大概在11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指数还在跌 当时银行板块就走起来了 银行板块为什么走起来 就是因为国家队在大量的买入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大量的买入 当时大量的买入市当行 报酬数就是买出买入了10亿股 其实不止 这个肯定很多很多对不对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国家队在是吧 在大量的买入我们的核心资产 一个是他本身是吧 业绩比较好有分红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核结 资产位置确实比较低 你看现在的话 他的市益率才6倍 属于那种什么 明显的是属于低估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买入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国家队买入我们的银行股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中美金融账的一个 博弈什么意思 因为大家知道中美在这几年 是吧 都是不平静的 那么 外围市场要做空我们的股市 我们的很多板块都表现不佳 银行又是什么业绩比较好的 又是核心资产 又是权柱方向 所以国家队买入银行 互助银行就能够遏制外围势力 做空的表现 外围这些资金 他们很多是买入我们的一些什么 一些应生产品 比如说ETF系列的 比如说期权之类的 所以他要做空的话 就会向那方面去什么去做 我们的国家刚好买入 这种超级银行超级权重 达到一个什么对冲护盘的目的 当然 这里银行板块能够上涨的话 还有个原因 就是 房地产的不景气 房地产大家都知道现在房价在跌跌 那么 房价跌了就会有很多的资金流出 那么很多资金流出 它会流向哪里 流向股市吗 但是股市里面 你知道了 是吧 十几年来还在三千年徘徊 动不动就是黑天鹅 动不动就是退市 所以很多人怕 很多人资金是吧 宁愿放在银行里面躺平 他也不愿意 也不愿意来 所以银行股的上涨 就给了这些资金的一个什么一个出口 是吧 你躺在银行里面还不如买银行股 给大家一个什么一个信号 所以银行股的上涨 我觉得跟这些资金流入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但不管怎么样 A股的生态链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 以后的话一定要什么 要盯紧这些好票去 盯紧这些优质票去 那有人会说 这个银行股涨了有什么用 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涨历史新高有什么用 我的票还在跌 我的账户还在跌 我的账户什么说实的很厉害 没啥用 其实反过来想 那你为什么不能买银行呢 是吧 你为什么不能买银行呢 他记得在前期我跟他讲中国银行的时候 我跟他讲过很清楚 当时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 中国银行调整了 我能不能继续进 其实我说的很清楚 他趋势并没有坏 调整到下面的支撑位 我们倒是可以去做个博弈做个跟踪 但是你要板块的一些小票银行 比如说那些什么地方性的银行 涨高了 那么就不要去了 我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不是说的很清楚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是需要注意的 好今天市场的主角就是他们 知道这背后的茂利 知道权重方向的这些走势以后 那么对接下来行情 我们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去参与的 白酒证券 房地产这些位置杀跌可以潜伏 银行 如果你是四大行政 可以什么 可以躺平 其他银行逢高景仓 就这么个节奏 大家知做就好 好 我们回到市场 今天A股的整个题材方向表现 也不是特别的好 围墙设就是华为海斯 华为海斯的话是属于利好加持下的 还有就是像AR引擎这一块 华为华为海斯这个板块短期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热点 什么意思 他这里 放量底部 那么这往往预示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新周期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反转的周期 所以对于这个方向 大家是需要特别注意 特别重视的 很有可能接下来市场的热点 主要唯有的他在里转 当然有人会说 会不会成为成为一日牛 你只要盯紧的核心龙头就行 后排跟风的最好不要去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我讲了很多回的后排跟风的还是要小心 好 你看除了华为海市之外 今天你还有一个点比较强就是AR引进 AR引进是连续三天大涨 可以说非常的强劲 在第一天上涨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过 还会涨涨涨 因为它是新概念 再加上这段时间又没有什么 又什么热点没有对不对 没热点的话 那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方向短期是非常是强劲的 但是随着近期多支票连续大涨 你会发现很多票都已经补涨了 这里的话你看最强的就是博斯引进 已经连续5个20加短期非常强劲 从12块钱这个位置开始启动到37 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是吧直接就是什么 直接就翻了三倍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走势 还有就除了它之外 其他的一些票都突然补涨了 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过 讲什么热点板块 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怎么办 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 又不敢追高的去做潜伏低位的就行 等到补涨 能力强的就盯着最强最火的什么龙头去顶 去参与就行了 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 今天的其他方向上涨的 几乎都跟他们有关 这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 今天的医药方向又开始起来了 大家记得吧 上午的时候医药相关方向表现还比较差 下午突然就起了 你看这个猴斗股份 猴斗这个概念 到还一度绿盘越走越高 走出了一个什么爆料的大阳线 走出了一个强势的走势 那么这个为什么会上涨 其实也是利好加持 在今天 猴斗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大家还记得吧 在几年前新冠也是这种情况 所以他成为了市场的一个焦点 市场的一个重点 一下突然一下就拉起来 包括其他的医药医疗方向 今天表现也是很强劲的 突然就起来 你看一下像肝银肝铃是吧 他也是这样走起来的 所以医药医疗这个方向近期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包括这个讲新冠讲中药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过 短期资金在什么 在流入回踩缩量是机会 所以我们等他回踩缩量潜伏进去 等到他爆发就行了 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需要重视 好 这是今天的一个盘面的整体的一个热点方向 最后排的话跌的比较多的就是以猪肉 养鸡 这个农业为代表的 以及这个游戏为代表的相关板块 目前来看 大家记住我们的市场 热点持续还是不大好 所以大家要小心要谨慎追高 昨天强势的这个游戏板块今天跌了 但是我觉得游戏板块没走完 所以后期调整后仍然是机会 大家要抓住这个重点 抓住这个核心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后排 后排今天涨停的票 是我刚才讲40多个 主要集中在新热点这一块 就是这个AR引擎这一块 还有医药医疗这一块 其他板块几乎都不太行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这个后排的 同样的有多支票大跌 暴跌 大家发现没有 很多票出现跌停 然后跌幅在10个点以上的也有好几个票 所以这什么 这是一个分化行情 分化非常的厉害 所以在操作上面大家是一定注意的 A股在一种行情下 节奏不对很容易亏钱 我记得在昨天有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个事 就是这个票昨天涨停的 他他跟我说冲了新高了 还能不能去顶 昨天你看 是吧 尾盘直接拉上去拉了一个涨停板 你要冲了新高放量了 他们我能不能去顶 现在怎么样 如果你昨天去顶的现在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损失厂重 直接核二流直接大亏 所以朋友们记住我前面说了新鲸 近期大涨的暴涨的 高位放量的不要轻的去了 一旦你做错了 你就站稿了 你就接盘了 但是也不要太过的担心 市场的热点板块在轮动的过程中 只要你有住了龙头 抓住了这些核心品种 它是有机会获利的 谢谢大家